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1190章 愤怒的圣人 一名面白无须的轻衣中年男子忽然一巴掌拍了下来 他脚下的一块淡金色方砖直接化作了积粉 无论是谁 敢动我罗须圣殿的宇宙盗则 必须死 轻衣中年男子的语气里带着浓烈的杀意 在这一刻 他所在的大殿温度似乎也因为这一句话而变得冰寒了许多 说完这句话后 他抬手射出了三道光华 只是瞬息之间 三个人影便从大殿外先后射了进来 进来的是三名男子 最先进来的是一个飞衣青年 他背着一柄长剑 头戴圣人冠 腰间还系着一条黑色盲带 这飞衣青年是坐着一头似乎又似尸的妖兽进来的 一进来就对愤怒的轻衣中年笑着说 呵呵 何事惹得罗旭兄如此大怒啊 把我们都给邀请过来了 莫非蔑视亮节提前来了 飞衣青年不紧不慢 说完之后 慢悠悠走到了一块巨大白玉石盘膝坐了下来 他伸下那头妖兽则自觉蹲在了他的身边 第二个进来的是一名惠衣老者 老者微眯眼睛似乎睁不开的样子 他的手中组着一根淡紫色的龙头拐杖 就像是随时都有可能跌倒 老者没开口 只对罗须抱了抱拳 然后也找了一块巨大的白玉石盘膝坐下 最后一个进来的是一名光头瘦弱的和尚 和尚脖子上带着一串佛珠 他倒是一副笑咪咪的样子 进来之后 先是找了一块白玉石坐下来 然后才对罗须抱了抱拳 莫西兄 莫不是刚才泰鸾说的是真的 面试亮节 要提前来了 发怒的轻衣男子正是罗须 他的怒火似乎平息了很多 等三人全部坐定之后 他才对三人抱拳说 清元兄 提佛兄 太阅兄 这次不是灭世亮节即将到来 而是更严重的事情 进来的三个人正是八圣中的三圣 灰衣老者是清元圣人 瘦弱和尚是提佛圣人 那名骑着妖兽的青年是泰鸾圣人 大殿之中四名圣人齐聚一堂 什么事情 泰鸾第一个问道 罗须有些低沉的说 刚才有人在下界 收走了那一道宇宙道则 本来慢悠悠进来的三名圣人 几乎同时站了起来 他们都是满脸不信的盯着罗须 足足两三个呼吸之后 一身飞翼的泰鸾才冷声说 罗须兄 这是我们四人当中唯一一道宇宙道则 之前在我们手中的时候 都是完毫无损 一到罗须兄的手中就出问题了 这似乎太巧了些吧 清元和提佛都没开口 而是盯着丢失了道则的罗须 罗须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愤怒 他尽量放缓语气说 这道则我没有丢掉 是我在沟通了暗戒之后 被人抢走的 罗须兄 你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呢 圣人之下能抢走宇宙道则 哼 而且我听说 你这次还派了顶级气地 准圣圆满的刘起下界炼制出身塔 罗须兄的意思是 有人能对付借助宇宙道则的准圣圆满 非一青年问出话后 清元和提佛都是冷冷定的 让这罗须面色不善 当年大量劫来的时候 罗须可是占的便宜最大 在大家心里 罗须才是所有人中最公于心计的 八大圣人被毁了两个 天狠换体 清衣圣姑之所以没事 是因为这个女人什么事情都不参与 所以才勉强度过了一些 但是在大量劫中 清衣圣姑也是什么都没得到 所以修为实力 仍旧是所有圣人中垫底的存在 罗须依旧平静地说 我知道大家怀疑我 但我问心无愧 我再愚蠢 也不至于吞掉那道宇宙道则 更何况 我也无法吞掉那道道则 各位想想 你们谁又可以 如果能吞掉那道道则 我们也不至于无法再进一步 清衣圣三人听闻全都沉默了下来 罗须说的句句在理 事实上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罗须有能力融合那道道则 换句话说 就算是罗须融合了那道道则 大家也绝对能够感受得到 而现在 他们都没有从罗须身上感受 罗须再纯也不至于用这样的方式 来和其他三人对抗吧 当年大量节到来之际暗算几个圣人 他们四个可都参加了 见三人冷静下来 罗须缓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暗界是不是出了什么顶级强者 但是神界绝对有一个 大家应该知道 上次神界规则修复 在规则修复的时候 我借助宇宙道则打了一条通往神界的金色阶梯 结果却被一人强行破坏 让我功亏一篑 当然这不算什么 大家知道情依圣姑那个女人 她一直躲在圣姑池不出来 躲过了上次的亮节 她也知道 这次灭世亮节再不出来 她同样会化作飞灰 所以她不但出来了 还抢在我们前面借助彼岸花去了神界 说到这里 罗须顿了一下 目光扫逝了一下三人 我之所以说情依圣姑这个女人 是因为我怀疑她身受重创 否则以她圣人实力 早就从神界回了圣姑池 神界有人连情依圣姑都可重创 那刘起不过一个准圣圆满 被杀了也不稀奇 所以我怀疑 在灭世亮节来临之前 已经有爵士强者出世 而且还不止一个 罗须的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灭世亮节要来了 如果真的有什么逆天人物出现的话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时候 他们四个一旦闹僵起来 最后必然是全部花灰的结局 莫无忌站了起来 他有些奇怪地扫出了自己的神念 按理说 暗戒可是一个大戒 他之前收起那道紫色稻则的时候 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响动 早就应该有人来才是 可是偏偏到现在为止 他一个人都没看见 这是怎么回事 莫无忌走到了之前 他来时看见的那具尸体旁 这是一名中年男子 石海被绞碎 原神魂魄更是早已消散一空 这人手中捏着一小块玉牌 莫无忌手一张 那块玉牌便被他捏在了手里 这是一道传讯玉牌 意思是 灭世亮节即将到来 有人要借助金梯引动圣人到暗戒炼化暗戒 他阻止不成被杀 叹了一口气 莫无忌抬手封出了一个土坑 将这中年男子送入坑中埋葬了起来 无论如何 这人也是为一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做完这些后 莫无忌将断裂的半月重极和那铁锤 全部捡起来送入了凡人界里 他的半月重极好不容易要进击到极品神器 但是却被一柄铁锤给轰裂了 要知道他的半月重极可是无根神铁炼制的呀 就这样居然还被轰断了 现在对他来说 不是要修复这半月重极 最重要的是赶紧前往暗元殿 然后在暗元殿养好伤开始培育暗幕 暗幕只有在暗界才可以培育 莫无忌相信 等他的暗幕培育出来了 他的实力将会上升好几个档次 莫无忌挤出了岁月盘 岁月盘上很快出现了清晰的方位 岁月盘的速度快到了极点 在空中连淡淡的痕迹都无法显现出来 以这种速度 莫无忌想要赶到暗元殿 最多只有不到一柱箱的时间 尽管岁月盘的速度很快 但莫无忌却是瞅起了眉头 一柱箱的时间 岁月盘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暗界区域 让莫无忌越来越疑惑的是 如此广袤的地方 他没能看见一个人影 暗界太寂静了 莫无忌很快把这念头抛到了一边 如果是在神界 他一定会先查看一番情况 但这里不是神界而是暗界 他来暗界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培育暗幕 一炷箱时间不到 岁月盘停在了暗元殿之前 收起岁月盘 莫无忌并没有立刻进入暗元殿 他的目光落在了暗元殿外 那被顶着的女子身上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女子依然还有一丝残魂 也不知这女子到底犯了什么过错 居然受到如此凄惨的折磨 让莫无忌都感觉到有些凶惨